這場烏俄戰爭到今天已經是第二十二天了 那現在當然會有很多陸陸續續各種影片曝光 其中讓人感到最難過的 就是這種俄軍攻擊平民的影片了 最近就有一個影片曝光 是烏克蘭有一名老人他就走在街上 他手無寸鐵他也沒有要幹嘛 也沒有露出攻擊的意識 結果這個俄軍他原本是停在這個路上的坦克 居然就發了這個火箭炮 來對這名老人發動攻擊 從烏克蘭亞素營軍方釋出的這段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一名烏克蘭老人走在馬利波的街道上 手上看起來沒有任何的武器 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攻擊性 結果卻遭到停放在廢棄民宅旁邊的俄軍坦克開火炮轟 火炮射出的瞬間 老人鎖在位置當場爆出火光 旁邊的磚牆也被擊落 老人最後慘死炮口 亞素營在TA文中指出 這是俄羅斯坦克殺害馬利波平民的殘忍鏡頭 普丁的邪惡手下朝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同樣是馬利波的最新消息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呢 是馬利波他們當地的一個大劇院 這個劇院其實非常的大 所以呢在烏惡戰爭開打之後呢 馬利波當地就有很多平民 他們是跑進了這個劇院裡面 去尋求避難 所以這個劇院呢 其實將近有上千名的平民 他們是躲在這裡避難的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個劇院前面呢 有一塊空地 然後空地上面這個寫的是烏克蘭文 這個意思就是孩子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劇院裡面有孩子 所以希望你二軍你在空襲的時候 你可以不要攻擊這裡 因為裡面都是小朋友 裡面不只是小朋友 但是他意思是說 這個裡面就是難民裡面有包含小朋友 希望你們可以避開不要攻擊這裡 因為這裡都是平民的避難所 可是呢 二軍還是朝這棟劇院攻擊了 目前死傷人數還尚未清楚 烏克蘭東南大城馬利波遭到二軍 斷水斷電圍成多天 一間在蘇聯時期就建好的大劇院 在這段期間收容了上千名的難民來避難 卻在當地時間16號遭到二軍轟炸 馬利波副市長奧爾洛夫指出 這個劇院收容了將近上千名的平民 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傷或是喪生 但相信死傷慘重 而且更讓人難過的是 從衛星畫面中可以看到 早在二軍轟炸之前 劇院外的地板就已經塗上大大的白色字樣 寫著小孩兩個字 表明內部有孩童不要轟炸 卻仍然遭到了二軍無情的轟炸 而由於二軍仍然對該地持續的轟炸當中 官員們承認 重難隊根本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深入救援 不少被壓在瓦勒堆下 被炮火擊傷的民眾 最後只能活活等次 那目前其實有越來越多的照片和影片 證實俄羅斯的軍隊 他們正在攻擊一般的平民百姓 那麼在烏克蘭當地的只有一群民眾 他們在16日的上午正在排隊領麵包 他們只是想要獲得一餐的溫飽而已 結果沒有想像的突然遭受火箭的攻擊 造成大量死傷 而該型事件也至少造成了死人死亡 烏克蘭16日上午傳出 有民眾在排隊領麵包時 遭到俄羅斯軍隊炮擊 透過地理定位畫面顯示 地面上躺了數據似乎已無生命跡象的屍體 而屍體的畫面也已經透過模糊處理 一旁還有人被抬到附近的車輛上 但不確定該位民眾是否還存活 而該型事件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 推特帳號美國駐基辅大使館也在16日發文指出 俄羅斯軍隊今天在這個城市 擊殺了10名正在排隊買麵包的民眾 這種可怕的攻擊行為必須馬上停滯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女童她叫做沙夏 她是烏克蘭一名9歲的女童 那她前幾天她是跟她的爸媽還有姐姐 她們是要從這個基辅趕快逃離 想要逃到安全的地方 可是在路上的時候 她們就遇到這個二軍對她們攻擊 所以呢她爸爸是當場被炸死 那你可以看到沙夏的這個左手 也已經被截肢了 就是因為她當時她的左手臂中彈 哇所以她等於說她眼睜睜的看著 自己的爸爸在她面前死亡 對然後呢她當下她也是左手臂中彈 那她在醫院搶救兩天之後 還是不幸就是必須左手臂截肢 這對一個小朋友來說是很大的創傷 對而且呢沙夏她就在清醒之後 她還就是童言童言的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們要打我 我不知道她們是不是故意的 這真的讓人聽了非常的難過 因為呢戰爭真的是這些兒童啊 還有平民百姓真的是最無辜的 但是令人心碎的新聞不止這一件了 我們接下來持續看到的這個呢 是馬力波 因為馬力波她在昨天雖然說這個戰線傳出了捷報 可是呢現在也有最新消息指出說 俄羅斯的軍隊他們是攻擊馬力波當地的一家醫院 而且還把醫院裡面的五百多名的平民 還有醫護人員把他們全部抓起來當作是人質 而之後呢有可能在他們的進攻行動當中 把這些人當成他們的人肉盾牌 馬力波州長科里蘭科表示 二軍強行俘虜了大約四百多名在海港二號醫院 尋求庇護的平民 以及大約一百名在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跟病人 他說 俄軍把住在醫院附近的居民拖出民宅 強迫他們進入醫院 並威脅要射殺任何想要逃跑的人 當地副市長奧爾洛夫也表示 俄軍佔領了當地最大的醫院 像人質一樣要利用我們的病人跟醫生 指控俄軍的行為已經犯下了戰爭罪 根據了解被挾持的醫院即使在炮火當中 醫護人員每天仍然堅守崗位在地下室繼續治療病人 根據當地統計 馬力波市估計已經有兩萬多名市民 從人道走廊逃離家園 那其實自從烏爾戰爭以來 有很多烏克蘭的難民逃到了其他的歐洲國家 那現在就傳出不少難民呢 跑到其他歐洲國家之後 竟然淪為了犯罪的溫床 全都少女甚至慘遭性侵 烏爾戰爭目前已經有超過300萬的難民逃往其他歐洲國家 有18歲少女逃到德國後慘遭性侵 當時被害者與25名難民住在船上 致命被害者在3月6號遭兩名男子輪流性侵 受害少女已轉往波蘭避難 因為她在德國感到不安全 犯案的兩名嫌犯目前已被拘留 另一起性侵案同樣發生在德國 被害人是一名同時持有烏克蘭與摩洛哥護照的年輕男子 醒來後發現下體疼痛受傷 驗傷後確認是遭到性侵 聯合國難民署官員表示 由於逃難者多為婦女小孩 潛在的人口販運剝削性犯罪令人非常擔憂 那其實在這場戰爭之中不只是軍人啊 平民百姓受到波及 甚至連一名市長都被逮捕了 那這名市長呢 他其實是梅利托波爾的市長 日前遭到俄軍的逮捕 那目前已經換了另外一名的女市長上任 不過烏克蘭的高級助理呢 他在16號上午就表示 經過換球之後呢 已經將原本的市長給救回了 烏克蘭以9名的俄羅斯士兵作為交換代價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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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報導指出 烏克蘭總統高級助理稍早表示 千一名市長在一場行動中被二軍釋放 之後證實該行為為換球 烏方以9名俄羅斯士兵為代價 換取市長 烏克蘭也在官方的推特上 PO出了一段影片 總統澤倫斯基正在和被釋放的市長通話 表示很高興聽到你活生生的聲音 市長也感謝總統沒有放棄我 並表示他需要禁養一到兩天 還會持續為烏克蘭效力 為取得我們的勝利做出巨大的貢獻 接著帶大家來了解這個俄羅斯方面 他們公布的最新消息呢 因為呢俄羅斯的國防部 他們就公布了幾個他們的最新戰果 他就說呢 他們在這個基輔附近的村莊 他們繳獲了烏克蘭軍隊所使用的 這個標槍飛彈還有反坦克飛彈 而且啊他們在影片中 他們就是秀出了這些坦克啊 飛彈說現在這些東西都是俄羅斯軍隊所有 還說啊這些戰利品 他們要用來保衛當地的敦內茨克 跟盧甘斯克兩個共和國的人民 俄羅斯國防部公布了幾則最新戰果影片 稱俄軍在基輔州一處村莊 繳獲了烏克蘭軍隊 廣泛用來對抗俄軍的標槍飛彈 與反坦克飛彈 俄軍聲稱將用這些戰利品 來保衛頓內茨克與盧甘斯克分離主義 共和國 此外俄國軍方還公布了一段 時常約一分多鐘的影片 據稱是在被俄國攻戰的 烏南大臣赫爾松所拍攝 只見沿路上許多因戰爭回損廢棄的裝甲車 可見當時戰況激烈 俄羅斯總統普丁他在昨天呢 他在一個會議上 他就說俄羅斯最後還是會完成 他們想要在烏克蘭達到的目標 甚至他還說西方想要獨霸全球 來瓦解俄羅斯這個企圖是不會成功的 不過呢其實普丁他也是首次 在戰爭之後他首次坦承說 其實現在這些西方國家的制裁啊 的確是在俄羅斯變成了 影響了俄羅斯有出現通膨 還有失業人口上升的情況 可是呢他還是反過來 他指控西方說你西方你才是造成 這場烏俄衝突 你用這個烏俄衝突當作藉口 然後你最後你就是要加大對俄羅斯的制裁 但他就說西方不隱藏他們的目標 他的目標就是要把整個俄羅斯每一個人都搞垮 俄羅斯總統普丁16日表示 他們會完成在烏克蘭的目標 普丁提到西方諸國想要看到俄羅斯虛弱不振 所以違背區域誠信 透過把俄羅斯驅逐出歐洲理事會來達到目的 但西方想要獨霸全球瓦解俄羅斯的企圖 是不會成功的 不過普丁也坦承西方制裁會造成俄羅斯通膨和失業人口上升 因此必須要對經濟結構進行改動 普丁承諾會在過程中保護好廣大家庭和孩童 不過他並沒有細說在遭到制裁下的相關保護措施 這也是普丁對烏克戰以來首次承認俄羅斯正遭受西方制裁的痛苦 但普丁堅持表示俄羅斯會頂住制裁壓力 戰爭持續到現在其實有點像是已經陷入膠著了 美國前陸軍司令霍奇斯他就說 由於俄羅斯軍隊遇到彈藥不足還有兵力短缺的問題 他覺得他們的相關資源很有可能在10天內就會耗盡 所以換句話說未來10天就是這場戰爭的最大關鍵 美國前陸軍司令霍奇斯在歐洲政策分析中心擔任戰略研究部的主席 他預測未來10天將會是這場衝突的關鍵點 他表示俄羅斯人遇到麻煩了他們自己也知道 霍奇斯說這也是俄羅斯開始向中國尋求協助並且在敘利亞徵兵的原因 他表示俄軍正在消耗時間彈藥還有人力 這不是基於任何內部消息來源而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這是很清楚的評估結果 霍奇斯表示根據我的評估有一個重要的警告 那就是西方國家必須在美國的領導下加速並擴大對於烏克蘭的支持 他認為烏克蘭需要武器跟彈藥用來摧毀俄軍的火箭 還有巡弋飛彈跟遠程火炮 因為這些來自俄軍的攻擊會摧毀烏克蘭當地的城市 他表示未來10天將會是關鍵也是一場比賽 因此他認為西方國家現在就應該要將油門踩到底 全力以赴來聲援烏克蘭 那這一名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其實為人非常的硬派 而他的私生活也同樣受到了大家的關注 他在1983年結婚 育有兩名可愛的小女兒 然後在2013年的時候也離婚了 那他的前妻其實事前事後 他就有做了一個簡單的爆料 他說兩人交往三年多的時候 普丁有跟他求婚 但因為他的這個求婚台詞 大家應該會覺得是很浪漫的猜對 但是因為他的求婚非常地生硬 非常地硬派 讓他當時以為是要跟他分手 那他很好笑 他當時居然也答應了 普丁掌權多年爭議不斷 全世界批評他的人 如果手牽手可以繞地球好幾圈 如今他又揮軍烏克蘭 難道普丁從來不反省嗎 不 至少在求婚那一天他反省過 普丁扶著蛇克雷念蛙大方面對鏡頭 他們結婚30年生了兩個小孩 直到2013年才離婚 根據二國記者出版的普丁傳記 蛇克雷念蛙在書中爆料 他們交往三年半後的某一天 普丁突然對他說 你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既不隨和又很沉默 甚至在某些事情上非常唐突 還會污辱別人 在一連串的反省之後 普丁表示 已經三年半了 我想你已經下定決心了 蛇克雷念蛙心想 普丁應該是要跟他分手 於是無奈地回答 是的 我已經下定決心了 沒想到普丁接著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結婚吧 這對我來說 完全就是一個驚喜 詭異的橋段發生在1983年 普丁的求婚台詞 在40年後的現在聽起來 依然是莫名其妙 普丁的行為模式 真的讓人摸不著頭緒